位于山西省北部的右卫镇 自古就是捍卫山西平凡京师的战略要地 在烽火狼烟的历史长河中 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家国的安宁 明家境三十六年 蒙古达达挑起边界事端 在进攻右卫的同时 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有人提出 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 再做从长计议 参将马路却力排众议 他怒斥道 右卫破大同镇必破 大同镇破则朝廷威 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设计 在马路的引领下 为朝廷牧养战马的麻家儿郎们登上城楼高呼 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然而当时的右卫孤悬边境 兵少凉缺 岌岌可危 面对敌人的围困 这座小镇变成了一座孤城 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 守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所以就发动决策的救命 没有粮食就撒斩马出击 街上的飞禽 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 老变形把自己的房屋擦毁 由于不得的手术住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就离四季在这种 救命地离四季团架堆地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达达大军仍然无法攻破这座小镇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里 海上飘摇的一夜偏周 只怕等不到黎明 就会沉默于惊涛骇浪 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 开始变得胶着不安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逐渐演变成了一场耐力的比拼 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八个月 小镇终于等来了援军 达达大军眼见形势逆转 便自动撤回关外 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 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也极大地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有为仇的救命在麻家军的带领下 能以跳跃的业光看待战士的发展 这种接任 接受是重要的表现 也是救救为国立在跳跃的救手特征 又为人为了感念这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在古镇中立碑纪念 麻家军拼死欲敌 卫国尽忠的精神风骨 也如同这座封碑一样 永远注立在家乡百姓的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